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盒是60泰铢 感觉还是比夜市卖的相当划算的 哇 好香啊 汤是清糖 但是有一股淡淡的沙茶的味道 微辣 这个早饭吃的我感觉是泰国来这么多天吃的最接地气的一顿早饭了 比酒店花钱吃的挺好吃 是 这个萝卜像关东煮的萝卜 比锅冬煮的好吃 对 尝一个打鸡肉啊 鸡肉特别的软软 基本上拿筷子一加就碎掉了 还得是路边炭 必须是路边炭 粉配咖啡合理 员工化了 是首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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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Tina来到了在普吉的最后一站 这个酒店叫爱琳塔度假酒店 它的位置是在潘雅府 从普吉过一个跨海大桥 大概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到了 从巴东到这个酒店 大约出租车是800泰铢左右 然后现在准备去check-in 酒店的大堂是在一进门的二楼 还是很简约的这种态势风格 还有很漂亮的花 Tina正在办理check-in 要填写的一些资料 给我们一点水的点 你作为欢迎的甜点 一个很简约的前台 这边还有一些在售卖的商品 因为这个酒店处于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所以酒店自身的设施还是挺全的 我们选这也相当于是从巴东的这种喧闹中跳脱出来 来的一个更安静的地方来享受这个最后的假期 喝的特别精致 糖果的一个介绍 前排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介绍他们酒店的设施 现在来到了酒店的另一侧的一个建筑 他们是路面对面挨着的这种的建筑 我们住在的就是马路的对面 所以我们要吃饭的话 还要过一条马路到酒店的另一侧 这就是我们的叫Vila 702 现在给大家来个Room Tour 一进门就是我们的一张大床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这个小青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左手边是一个写字台 这得吐槽一下这欢迎的水果稍微减漏了一点点 这个Pad应该是控制屋内的一些设施 好小 那怎么给它弄出去呢 你去拿个水杯我给它扣起来了 它挺可怜的 害怕了是不是 一个小沙发 比较温馨的一个小角落 这边是电视 后面还会配一个Google TV摆放行李的地方 下面还给我们点了一个小蜡烛 正对着门的就是衣帽间 衣帽间里面隐藏了一个迷你班 上面是各种的酒 下面呢是一个小冰箱 一个妖艳的女子 这镜子 洗漱区还是很宽敞整洁的 镜子左右两边有两侧门 无想净猜 这边大家猜是马桶还是淋浴 答案揭晓 这样是马桶 右手边呢就是一个淋浴了 一个很简洁的很干净的小淋浴 郑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泳池 登登登登登登登 坐在我们的床上 可以看外面的泳池 因为今天在下雨 所以外面的亭子 员工把上面的垫子给收起来了 嘿你在干什么 一个下水仪式 洗漱间有一个门 也可以通向屋外的泳池 这样门一开 知道泳池了 这是一个小浴缸 墙上有一个按钮 一点开 可以开始自动的喷出高压的水来 可以坐在里面进行一个按摩 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 我们屋里头有一个香蕉树 我看这小香蕉长的 特别的可爱 动头戏来了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猜到了 它是干什么用的 哈哈哈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清扫房间 或者说是请勿打扰的一个标尺 在床上的话 就会进来帮我们打扫房间 而如果呢 把它放在室外 员工就会知道 我们是要有一个请勿打扰的状态 很特殊的小彩蛋吧 这就是普吉岛的雨季 规定什么时候就在下雨 而且每一次的雨其实都不小 躲在威拉里看雨 也是一个享受 定的是酒店的room service 现在点的是东营工汤 点了个普吉吧 上面是金青羊鱼三文鱼 特别怀念早上吃的粉 我们这三样的东西加在一起 算上付费 是一千泰铢 刚下过一场雨 空气中就泥漫着各种树的味道 看我们门口的这个叫不出来名字的树 长着一头小脏辫 我们现在往庭院里面去看一看 两边都是各种棕榈树 很有热带风情 这边就是我们短暂的各种邻居 向前一直走 过一条马路 就是前台了 这是我们这侧的一个相当于前台的一个地方 但没有什么员工 大早上你不睡觉你在干嘛 你在哪发现大大 这个姿势不错 能保持一天吗 大元我看好你哦 准备去吃早饭了 在这边大家一定要做好蚊虫钉咬的预防工作 我们上这个门穿过去就能去到餐厅里 我左手边的是这家酒店的SPA 这家酒店的SPA还是很贵的 8000泰铢 两个小时 餐厅附近 这块有一个荷花池 这边就是酒店的无边框大泳池 面前呢就是这家酒店的餐厅 今天吃饭的人相对比较少 被我们安排在了后海边的一个座位上 外面就是属于这个酒店的一小块海滩 早餐是点单式的 有各种淡的料理 还有一些泰式的早餐 Tina点的是一个三十六汁 我点的是一杯拿铁 是一些餐前的面包水果 还有果酱 汤面 Creamy French的炒烂 安妮迪克蛋 是不是小鲜 嗯好吃 这面不错 酒店在早餐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吧 看一下这面攀崖的海 普及岛的西侧的浪都巨大 海的颜色还是比较漂亮的 这些螃蟹都在啃垃圾呢 不是垃圾 是一条死鱼吧 是一只死去的河豚 抓它累死我了 看给我这点夹的 都花了 别想我了 疼 嗯 今天还是点的Room Service 菜单上说CNN旅行频道评价的50大美味之一 一个咖喱 各种小串的前菜 虾炒柚子还有酸饺 你猜是什么味 咖喱味 猜是什么味 但是我觉得挺好吃的 看我这个黄咖喱好吃 我这个咖喱汤不错 带皮的猪肉 咖喱特别辣特别下饭 冬银公汤拌柚子 再把汤给倒掉 就是这味道 吃吗 不能说好吃吧 只能说很神奇的味道 这一顿饭是1400泰铢 小海豹在这翻滚了 晒的 越来越像海豹 体型也像 看看 没有我的勇士 它一个人独占了 骑着我的小独角兽 给它爽坏了 这个独角兽已经长出来手和脚了 自己都会有了 别人来泰国换脸 我来泰国换脸 我来泰国换脸 哈哈哈哈 来了 来了 两只小鸟 哇 这个松鼠不在睡觉吗 树上趴着乘凉呢 应该是要睡觉了 你动不动了 太惬意了 点了一个room service的下午茶 第一层是各种小食 第二层就是水果 第三层一个甜点收尾 这样的一个室内的下午茶 是577泰铢 干杯 烤的鸡肉串 金枪鱼的三明治 粉丝裹的虾 炸完了之后 上面裹的一层酸甜酱 金枪鱼塔塔 芹菜味还挺清新的 半天终于吃到第二层水果了 吃一个菠萝 吃一个菠萝 就跟打怪似的 一层一层的 终于来到了boss 哈哈 甜点层 一个马芬 芒果泥和西米露 我和Tina check out了 现在在等我们的出租车 坐在酒店的大堂里 可以看到外面的纳泰海滩 还是特别的漂亮的 今天阳光明媚 我们到普吉的机场了 我们要在这儿坐飞机去曼谷 之后再转机回到日本去 普吉机场里面还是有很多商店在开的 刚才过去check in的时候 发现我们买的机票是没有含大行李的托运额的 来买一个20公斤的行李额 570泰铢 工作人员还是很耐心的 然后提前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办这个 额外购买行李的手续 都特别好 普吉机场国内出发的二楼 这边主要的商业设施都是二楼了 这个菜餐厅挺干净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之后挨家考察一下 我们再决定吃哪家怎么样 大袋菜基本上两大多 是这样的 400位也不便宜 标准的应该是200泰铢左右 长的这种潜艇式的应该是300多 汉堡王的一个套餐就是400多块钱了 这边是几家比较干净的做菜式料理的店 这里头还可以做韩式的 这种港式的面 再往前面走就是一些换钱的地方 航空机构的办事窗口 所以我们还是在这边准备找一家吃泰餐 最后再巩固一下这个记忆的味道 ok 就这了 去做川边吧好不好 我点的是一个泰式的烩面吧 有一些面片在下面 很黑的这种面 天哪点的是一个汤面 很酱淡淡的不错 这个鱼盆还行 我们一边吃 一边等飞机 一边看着别人的飞机起飞 还有远处的 通过了按键 进入到普吉岛机场 国内出发的候机厅了 先逛一逛这里的商店 这个是一个全市卖各种泰国的 手工一品的一个小店 先看一看 这边是一个咖啡店 一个赛百味 还是一家咖啡店 不里面还挺大的呢 这是什么 小饼能不能好吃 这边榴莲干 百香果干 这又不是什么东西 像蛋卷 它鼓得鸢鸢的吗 是啊 是 买了一个冰箱贴 还有一个小吃 花了200泰铢 亚马逊咖啡 机场里的东西都挺干净的 这边都是以饮食店为主 这边是一个便利店 买了一个木瓜丝 还买了一个椰子丝 都是脱水的这种干 80块钱 机场的这一侧购完了 我们准备去另一侧看一下 你们在8号直击 现在就在8号 这附近也有几家商店 这个小巷是55一个 这家也是80 对 check in的时候给的这个汤 好吃 买一个吧 可以了 里面是一些海鲜的干货 还有鱼丸 虾肝 榴莲糖 这个上飞机吃一下 估计都被赶下去了 这有一些小饼干 这家店是卖大象的工艺品 还有一些首饰 用鸡毛做的工艺品 泰国的国内出发 有一些商店也关门了 还在营业的这些 手工艺的小商品店 也不是很景气了 卖吃的里头 人还能多一点点 看这些手工的小猪串 还有十二双销 好精致 还有金佛金糖 金龙鱼 金龙鱼 要不辣的吧 再买一包口一片 谢谢 咖啡店 再往前走 也还是咖啡店 一连N多家咖啡店 鸡蛋仔你吃吗 竟然可以做成这种三明智想的 大卡斯 太帅了 太扯了 在泰国吃香港鸡蛋仔 这口吃 特别脆 等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取飞了 我们曼谷见 普吉岛飞到曼谷的飞机 从取完行列 到我们一直办理去日本的机票 再到出关 一共花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对 包里的电子设备如果多的话 它就是每一个平板 它都要单独放到一个框里进行检查 连鞋都要脱掉 从曼谷出发的话 还是一定要留好充分的出发时间的 但这面好在 国内到达和国际出发 是在同一个航站楼里 这一点上可以省一点时间 曼谷机场的一侧逛到了另一侧 大概他们的直线距离相隔了一公里左右 除了一出关的地方 那些奢侈品的店 是不同的之外 之后的 基本上所有的商店都是镜像的 这两边都一样 不管你从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你能买到的东西都完全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用纠结啊 说到底我应该是逛左侧还是逛右侧 你就随自己的登机口逛就好了 优惠活动还有库存都是一样的 大部分的从业人员 尤其是化妆品专柜这种的 都会说中文 交流起来还是很错的 没有什么障碍 用进兜里最后的一点太猪 买了一份麦当劳的套餐 大概是440太猪 我第一次吃XL size的薯条 真香吃起来 我们在飞机上静坐了两个小时之后 飞机终于从登机口弹出来了 感谢泰国机场给我们留下了旅程 最后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们要飞往东京了 再见